大众请合展 请一起跟我随念 归敬三宝记及新经 自渡大道佛重来 自渡大海佛重敬 自渡相义佛无爱 棘手自渡无等佛 有无恶见灭无余 诸法识相佛所说 缠住不坏尽烦恼 棘手佛所尊重法 圣众大海行福田 学无学人以尊严 后有爱总永已尽 我所寂灭根异除 已舍世间诸事业 种种功德所住处 一切众中最为善 棘手增进大德身 一心恭敬三宝以 吉诸旧事弥勒等 社论第一圣无拙 千步论主贤世清 我今奴隶欲学行 大致彼岸十相义 愿今大德圣志人 一心善顺护我行 弥勒菩萨我其请 玄壮大师请加持 欲解圣志于且行 一切贤圣经归敬 一切贤圣经归敬 观自在菩萨 行身波罗 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色例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事亦附如是 色例子 是诸法空想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增不减 事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事 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身相畏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异世界 无无名 亦无无名境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境 无苦疾灭道 无智亦无德 亦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亦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近涅槃 三世诸佛 依波罗蜜多故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 波罗蜜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善咒 是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 波罗蜜多咒 其所咒语 咒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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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方长 好 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早安 上次老师在这两堂课 开发一个非常好的维挪 就是美会学长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次都请他来当维挪 首先很高兴 来跟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课程内容 我们两堂课 第一堂课我们还是持续 奇俗学长上周精彩的笔记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第三本产修手册的导读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奇俱学长 各位学长大家早安 请问一下这样子是看得清楚吗 可以这样子可以吗 那不好意思上次想应学长只给我两分钟 我却花超过两分钟 然后还不知不觉 滔滔不觉地一直给他讲下去 这就是我的毛病 所以今天我肯定是在还没有规定时间之内 之前就把它完成了 好 那我们就进入主题 就像上次 我自己整理的一个笔记档来看 我大概又修改了一些 那我的重点今天是会摆在后面 有一个自己的小小心得 那前面呢就是这个老师应当的一个整理 我加了一个修行的重点 其中的一句话 薛佛要掌握三件事情 道次第圣节所缘 以及作意散巧 那这个 这个是当然我也是在老师的FB上面 然后把它截取下来 放在这里的 好 那我们先来先说 上一次的一个节前 先说缘起跟一次地生起 一次地生起来看 这三本禅修手册 那第一本禅修手册呢 就是一个功成面 那指的就是借敬诗音 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定资粮所设的借敬诗音 它整个就是在讲 第一本禅修手册的内容 第二本禅修手册呢 其实就是指基称的直观 那也就是安班面前 安班面前四种修学 这是一个技术面来说 也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让我们能够得到根本定修三摩地的一个智慧 这个时候 基称的直观能够进入到家行为而正的建造位的一个根本物分别 这是第二本禅修手册的重点 再来就是接着我们要讲第三本禅修手册 它提供的就是整个礼录以及鉴定 那其实这第三本禅修手册老师 其实也一直在引导我们要看到这里面的内容 那其实它的基础也就在前两册都慢慢的在奠定当中 那包括就是小云学长也一直在带领我们在看这个部分 它的重点就是四循师观所引四如十字 好 接着我来说明一下 这个小节呢就是分成两个 因为我们要进入第三本禅修手册 就会说到它的重点是磨合指观于且行 那在这里有分定义以及运用的体现 那上次有讲到这个运用以及体现 定义 定义磨合指观到底是什么 之后呢就是运用以及体现 这一个部分最重要的 我个人就是觉得说在ABC第三个行相续 其实整个修行的佛法就是在讲这个行相续的概念 在一切实处看见五蕴相续的一个实相 好 这个部分有几个重点 老师说它是用磨合指观来命名 然后是依着智者大师的观点分成四个分位 卫生 僵生 正生 跟生矣 那卫生就是尚未有念头的发生 僵生已经有念头准备要行动 正生 念头与作业相应就是正在发生 生矣 作业 因缘结束 灭了 那这整个其实我在读完这一段的时候 自己在做笔记的时候 这整个就是一个五蕴心事的整个流转的过程 我觉得修行的重点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可不可以看见这四个分位它怎么去流转它 那磨合指观所言的是一切是一切处的行相续 保持在心的观察 如理作意体会的一个状态 那准确的说就是取所缘 修作意正加行的一个相续状态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三本手册的相关性 第一本手册修的就是定资粮 那第二本手册它就是一个开悟广辖申请 但是它的决定是在第三本手册 也就是磨合指观这预切形的这一个部分 那我们刚刚讲到礼路以及见地 那礼路见地的意思就是一个智慧所准备的一个状态 礼路呢就是一个决定到次第 也就是软顶忍是第一 那基本上总的来看呢 老师有讲到一个例子 例如爬山的行者 有些人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的种性是有相关的 那有些人就急证涅槃 那有些人就是缓步行走 看进周边的 那个看进那个周边的一个风光 然后沿途随因缘事而坐 那但是它的目标是不变的 以涅槃为上手 与一切自治相应这样子 好 再来礼路跟见地 它是一个互相影响的关系 好 重点在于老师有讲到这几句话 我个人是觉得是相当重要的 我们要把身体锻炼到何种的状态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动机 我们要决定什么样的智慧 那我们要选择哪一条路去走呢 好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修行的重点 你到底是要与菩提经相应呢 还是要与我们的杂染相应 这个之前小云学长在第二本禅修 在进入第三本禅修手册的时候 其实也一直在强调这一件事情 好 再来我们接着看总结三本禅修手册的一个关系 主标题就是在专业用语上面 也就是我们一般来看 会看到这些字就是比较深色的一些字 比较僵硬的一些字 好 第三本与第一二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呢 就是礼律与建立在借敬四音与基秤指观中的一个关系 那它的副标题也就是运用在我们 前面有讲说我们如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就是生命生活生涯vs所缘作意道次 好 这几个其实在前面三个学长分享的时候 都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笔记有记得非常的详细 那以上这个部分我就大概是这样子讲 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的报告 好 那后继的一个提示呢 就是生命生活生涯是第三本禅修手册 所要进入的一个重点 好 我想要分享的其实是在后面这一个部分 好 有点跑掉 好 因为我们也已经修完第一册跟第二册 已经导读过第一册跟第二册 然后加上老师也帮我们做了一个重点的整理 好 那我就突然想到说 那我去检核我去年8月31号报告时的一个评分表 好 那自己再回顾再把它拿出来的时候 我还是这几个重点 好 一到七的重点 断舍离 健康白皮书 每日问自己准备好了吗 自我的承诺达到几分呢 自他的关系能轻松应对吗 每日重新出发走出习惯的一个枷锁 我做到了几分 我安排了遗嘱吗 刚好这几次老师在FB上面 其实我看到 我自己觉得在这一个部分 其实慢慢的有相应到某些部分 这也是我一直在对自己的一个评分的标准 然后后面那个框框呢 比如说二到三分 那因为还要打表格进去 所以不好意思我就没有倒 就直接把分数评在后面 那在断舍离部分呢 我一直在做 然后包括我最喜欢的 我的身上的很多的东西 我的周遭的很多 从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开始来断舍离 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因为基本上 我会舍不得有 以前来讲的话会有那样子舍不得的心 就是从自己最爱最喜欢的 开始来跟人家结缘或者是布施等等 那这个部分从我开始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自己对自己的评分开始之后 开始练习从自己的最爱从自己的最喜欢 然后身上所有的很多的东西我就开始慢慢在练习 可是很奇妙是当我做了一次之后 因为那个东西的确是我最爱最喜欢的 然后我做了这样一次之后我发现到说 其实好像也没有 我的心有在痛吗 我对于这个东西有在念舍吗 慢慢的我去看到这样一个部分 渐渐渐渐的 我似乎可以很平常的在做这一件事情的 再来健康白皮书是因为去年其实有一整个年 我的因为受伤的关系 那这个部分让我体会到不仅是健康的问题 而是你去接受到那一份痛苦的当下 我是不是真的有清楚知道 我在每一个行动的时候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呢 这个是我所要表达的 那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所谓的自我训练 就体能的训练部分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一个出发点 以前呢我可能是就是我在做的时候 可能会做over过了 然后可能就是让我自己的肌肉就受伤 那我现在呢在做的同时呢 我可以去感受到我肌肉的那一个 比如说我在做的同时我的呼吸跟我的肌肉 它是怎么样去平衡我自己的一个健康状态 这是我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一个体会 然后再来每日文自己准备好了吗 其实这个部分我自己觉得我不及格 因为我好像也都不是一直都都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来讲是比较难一点的部分 因为我好像有觉得我有在准备 可是事实上似乎也都在停滞那个部分 好 再来我对我自己有一些承诺 然后我这一个承诺呢 常常也就是就是三天捕鱼 然后五天晒网的那种状态 好 再来我觉得这一个部分 第五点是我在面临生活上最常会遇到的一个部分 就是自他的关系 那这个部分我会跳一级的原因是因为 我从下面的级点还有我在日常生活中我自己的记事 然后我有观察到某些部分的不一样 好 再来有没有重新走出一个习惯的加说 因为基本上有一次我跟一家走在一起的时候 一家会跟我讲说他这一次走A条路 下一次他就走B条路 下一次再走C条路 然后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学长 那个男神 小男 要出国 上位 对 他也是讲到这一个习惯的一个枷锁 然后我觉得我比较会因为 譬如说我今天走这一条路 我就会一直都是走这一条路 所以当有一年我们搬新家的时候 我竟然不知道我家在哪里 这我觉得非常扯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通常走的都是同一条路 所以这个就是变通性不够 那在这个部分我也在练习走出不一样的思维模式 好 最后一个就是要呼应老师最近在FB上面写的 这个所谓的安排遗嘱这个部分 这个我从以前就一直在 有在跟家人 因为他们毕竟跟我就是他们是没有一个 他们不是佛教徒 所以呢不是说他不是佛教徒 他就没有这样的观念 而是他们对于死亡这件事情的看待 我觉得是需要沟通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从很早之前 我就慢慢一点一滴的在跟他们做一些沟通 就是对于我自己的一个安排 然后包括所谓的死亡的这一个概念 我们怎么去看待它 我就是点点滴滴 点点滴滴在家族聚会的时候 有这样子因缘的时候 我会分享一点分享一点这样子 然后包括我未来我可能会怎么做 然后是不是要急救啊 要不要捐大体啊 要不要捐器官啊 然后如何安葬啊 然后这些等等的 我都会不是一下子 而是一滴一滴慢慢的在互动当中 有透露出一些讯息 让他们心里会有一些准备这样子 好这个这个部分 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去年的小心得 是我在报告完之后 自己做了一个去年的一个小心得 我们很难真的认识自己 我们很难看透自己的真面目 当我们遇到非我们所认知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很难全然的接受过去的我 也怀疑现在的我 因此我们会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其实当我们以为有一个我时 就已经不是那个原来的我了 而我们寻求的只是我们想象中 希望中的我 基本上我们已经迷思在明色当中 这个在去年的那一段时间 在去年报告的同时的前几天 我有举例就是我去照相馆 因为要出国 所以去照相馆 照相的那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确是打破我的那一个 有点像是摔破了我的碗的那种顿时间 让我很深刻的感受到 什么叫迷失在自己的想象当中 迷失在明色当中 也是因为经过像这样子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冲击力 让我慢慢的有观察到自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有一个明示的状态 那上一次的结尾就是我的中级 中级标杆就是做一个合格的在家护法弟子 那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以此为至 然后我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在家佛弟子 那近日的一个小心得 就是参考老师的FB 他写了三句话 现在回顾过去宇宙 现在展望未来当作 现前当下心何所住 那现在回顾过去宇宙把他解释成生命的经验 带着我们现在的 带着我过现在的生活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写 然后为什么要把去年的档案 调出来放在这里呢 因为从去年的档案以及评估里面 就可以看到今年现在的我是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我才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个评估 再来现在展望未来当作 现在的种种可以窥探出未来的一个端倪 那从我的评估表里面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 也许半年之后我的评估表里面什么多什么少 然后其实也就是现在我所做的所有一切的努力不努力 这些都可以大概多多少少可以看得出来一些端倪 好 现前当下心何所住呢 当下这一颗看见时早已灭去 看到的是什么只是因为寿而产生的像 这一个部分我想要跟学长们分享的就是 我在最近有觉得那个其实会执着其实很多事情的当下 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就已经灭去了 我的确是到最近才有这样子一个感受里 虽然我们上了这么多的课 然后小英学长 老师 各个学长 我们大家在这边互相的切磋 可是我觉得我对于看到事情的当下 事实上你看到那个东西它已经灭去了这个部分 体会的其实都不够深 可是最近我在静坐的时候 我是从譬如说 譬如说在鼠呼吸的时候 在观呼吸的时候 同时你会生起其他的念头 当我去看 然后应该是这样讲 我在观呼吸的时候 我的五蕴身心的这个流动 当我去观察它的时候 可是这突然之间 譬如说我跑到另外一个念头上去 我再回来观呼吸的时候 当时当下我发现我的五蕴身心 它其实在开始变化了 之前的呼吸的频率跟我看到 我跑出去我再回来 我在观我这个呼吸的时候 我有看到的那个东西就是 原来呼吸的频率是不同的 原来我可能 原来我可能我的那一个流动性 就是我身体的那一种静止的流动性 它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这几次才有接受到的这个部分 好 再来说几个小故事 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在我跟任何人 或者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空间 或者是我在我自己也就是在这个气势间里面 以我为中心来思考的话 其实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是主宰 然后所以呢 也因为我是主宰 所以当有我这个存在的时候 我在跟人家互动的时候 我很清楚的看到我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感觉 即便是我在陈述某些事情的时候 即便是我在沟通某件事情的时候 我是不是内心里面藏着一个 想要去改变对方的一个内在的那个念头 这是我最近察觉到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察觉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 那也因为这个觉察有一天我突然就看到 原来什么叫做退付原来是向前 那是因为我在跟学生的一个互动当中 基本上因为你会有教学目标 那这个我也一直在解册报告当中 也都是在讲这些事情 会有一个教学目标 然后你必须跟着这个教学目标走 但是当时的天使地利人和 然后在那个空间上 然后我的状态 学生的状态 当然都会有所改变 可是难道我就没有坚持我的教学目标吗 有 我是有坚持我的教学目标 可是在坚持的当中 我可以看到那一个一定是要这样而做的 的那一个心 所以我的学生就会跟我有一个 那种怎么讲 那个抗争力的出现 之前我其实会有那种强制性 希望他可以听我的 然后就当那个 那个真就是那个你我之间的那个抗争力出现 他是很维系的 那你我之间那个抗争力出现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高低 就会有上下 你的心就会开始有一个波动 那最快最快发现的就是那个称恨心 我觉得称恨心是比较容易看得到的 那当我看到那个称恨心出现的时候 之前我可能会去压抑他 或者是告诉我自己不要有这个称恨心 那我最近比较有一个大的一个感受力 所以就是当我看到我在上下起伏不定的那个心事 状态出现的时候呢 其实我知道我想要去改变对方了 这个时候呢 我就退回来 然后去看到对方 原来他是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定住了 这个地方他过不去了 我等他一下 我也一直在做这间等他的心 可是我觉得在我的那种 那种应该是讲说那个执着度来讲 是慢慢的减少当中 然后我会发现到说 我如果用另外一个方式 但是我不是用强加要去改变对方的一个念头的时候 原来我是可以这么轻松在教学的 我觉得这个是重点 就是轻松的面对他跟我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是我最近很清楚的感受到 我退一步的原因就是 这种感觉就是让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就是 原来我退步就是在向前 因为可以轻松的再继续教学 不管是我跟学生之间 我跟家人之间 或者是最近我跟家长之间 那家长因为他常常请假 那当然我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子 那他如果请假的话 我有学生要来补课 我就来不及通知他 对于像这样子一个事件产生 其实我会内心里面以前来讲 不能讲说以前 其实我一直都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低估的一个状态 当然这是我看不懂这种所谓的因缘法 在当下的那个时刻的时候 是没有去体会到这一个部分 然后我在跟家长这个写这个line的互动的时候 其实我有发现到说我的内心是有一些称恨愤怒不平 然后会觉得不喜欢的那种感受力出现 可是当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发现到 我自己有觉察到说 我如果再继续写下去 这个就是整片都是称恨心的 我不过是在强调 我的规矩就是这样子 所以妈妈要请您遵守一下 巴拉巴拉巴拉这些等等 我不过就是在说这些事情 可是在一个同样的情境之下呢 我该如何能够看懂这整个因缘法 然后我能够善了这一件事情 而不造成对方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都是在能够在一个平和的一个心态之下 我们解决这样一件事情 这是我最近体会到 所以我在写回馈的时候 我就不会那么的直接或者是明了 或者是说有一个针对性的存在 好 再来 我讲第四点 我在路上捡到一个老婆婆 这个小燕学长在想 其实这件事情 我也是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个过程 因为就我下课要送学生下楼去家长要接的时候 然后我突然就发现对面有一个老太太一直跟我招手 一直跟我招手 然后我就过去 我就问她说你怎么了吗 你需要 就是我就开始问她一些事情 然后她就跟我讲一句话 都没有人理我 然后她就讲这句话 她说她叫了很多人都没有人愿意理她 我听到这句话 我当然我不是那种同情心 而是我就问我自己说 我理她是因为我的重要吗 我在布施吗 其实简单的来讲 我就是遇到这样子一个姻缘 然后我就是完成这样一件事情 然后我几乎是背着她 但是她一般来讲人家不愿意理她的原因 我想是会被外表限制 因为她有点像是乞丐婆婆那样子 就是全身就是很脏这样 可是她的确是走不动 那怎么办 我就只能类似背她 因为我也背不动 但是我只能拖着她 然后缓步前行 还好她家就是在有一个 比较贫穷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然后我就带着她回家 然后帮她安顿好 然后问她需不需要交救护车 然后要不要通知里长 我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我其实并没有很开心 我也没有很 我也没有觉得说我是在做不失的这一件事情 之前呢 其实我在这个学佛过程当中 我会因为我做一件像这样子的事情 我会感到开心 我会有那样子的心态说 我好开心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 在之前的这个学佛过程当中 我会有这样子的心态 可是我发现到说 当我捡到这个老婆婆的时候 我拖着她回家的时候 我事后想一想 我也没有嫌弃她身上是乞丐婆婆的那种 很脏很臭很乱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说 嗯 好 我完成了一件事情 好 以上这个是我 就是这一阵子 然后听晓芸学长 然后看老师的FB 然后我自己的 在对于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检查 那33分 就是大概分享到这边 还有第五点 静坐独处 这个就是我 这个就是我刚刚有讲的 就是我整个发生的一个过程 然后 就我在静坐的时候 我在数呼吸的时候 我有感觉到我的那个 五蕴的那个 频率是不一样的 我只能用这种白话来讲 就是频率是不一样 每一个阶段的频率是不同的 然后我可能在 譬如说 或者是说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 当我发现到我其实 我知道了 这个承认心 我知道我的贪心 那个呼吸度跟我的 要怎么讲 心跳 最直接讲的就是我的心跳 我可以觉察到 他的心跳的频率 他就是不同的 我只能是如此的觉察 以上谢谢 非常感谢齐学协长 那个有很多心得 我想是说 这真的是 也应该是我们学习的目的 是在 不管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还有自己的生活上面处 当然还有自己在学佛法的时候 都能够都能够印证 那我就 我还记得第二本残佑手册 里面过算数地那里 有跟各位介绍老师 我觉得非常受用的 八个字 全然的觉知 清晰的辨识 它本来就是可以用在生活上面的 第二本残佑本来就是要应用在生活上面的 全然的觉知就是老师就有讲过了 就是你一定要正念相续 所以这个正念就是安班念 你安班念一定要反复操作 然后还有 还有政治非所缘 就是跟企业协长也跟他讲的 我就不见得马上就能够 扶住我们的烦恼 但是在可控的范围里面 那然后呢 还有一句就是 我们要保持有距离的观察 当一个旁观者 我还记得就是说 就好像我们在电源看电影一样 你呢 是一个 我们啊 我们自己是一个很操然的 应该是第三人称 很操然的 这个第三人称 这个旁观者 或是保持有距离观察 你可以看到荧幕 你也可以看到 那个第一人称的自己在看荧幕 发生了什么样的 瘦向心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可以慢慢 一九星柱慢慢得定 那其实得定就是要先战斧烦恼 先战斧烦恼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是全然的觉知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受用的 那第二个就是清晰的辨识 清晰的辨识就是说 我们平常的佛法的文师会 这时候能不能够跟境界相应 看起来 其实像这样都有逐步的实现 我觉得这是实际的 我觉得是非常实际的 那我也想到我自己本身 最近有 各位都知道 小英感冒怎么才一个感冒而已 怎么搞那么久 所以我也是这样子问我自己 在三月下旬的时候 我感冒 我也觉得感冒 就是 红楼痛 吃个药 然后 多喝水就慢慢好 长运动 结果这次呢 我发觉这个才是我的 我的常见 真的 这次是不一样的 每次都是不一样的 照我来讲 我就感受到 充分的无常性 他说你无常性 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会这样 完全跟以前都不一样 第一个 我跟各位叙述一下 这次感冒会发烧 而且会发烧两天 第一天第二天都有烧 然后吃药压下来了 但压得很不舒服 到了第七天的时候 又再烧起来 但这时候呢 其实我在烧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太对劲 不能把它当成 我平常的感冒来看 这时候呢 我就是 要保持有距离的观察 真的要有观察力 不是每一次就是按照 按照我们以前的生病公司 这样子就办完就算了 你真的要努力的观察 我甚至观察我要去急诊 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而且在发烧 所以我后来 就是第七天 发烧的时候呢 一直在出汗 我觉得就 根据我的经验 应该就会好一点 好一点好一点 然后整个人就虚脱 我就感觉不太对 又再咳 咳到不行了 然后赶快去中医 调养两次 才慢慢恢复 现在还是有一点 现在还是有一点咳 所以 所以我在这边呢 在这过程中的中间呢 保持非常冷静的保持有距离的观察 因为我觉得这次真的不一样 而且我那个感受 有点 有点我觉得随时都要去医院报道 但是我不希望去 我自己也要随着医院去做一些 做一些努力 就是有的人说是 那个 邪昊也想说 他这是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 然后呢 其实我报道去看医生看了四次 我从来没有这个经验 从来没有这个经验 我很强烈的 除了有无偿性 就是没有偿性的 这个经验的体会之外 我也很有强烈的苦的感受 苦感受大家都觉得是逼迫性 对不对 这一次我完全没有办法预测 下个小时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因为都是不舒服的 只是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不舒服 我完全能够感受 就是 苦就是很苦 就是也是相对的 乐也是比苦要好一点而已 这是相对的 然后呢 我充分体认到 你必须要保持有距离观察 要不然你不能硬干 你不能 就是不自在 我不能 欲如是 不欲如是 所以就是充分的是无我的 无我的体会 保持空性的智慧 就是保持随顺 因缘 保持有距离的观察 随时做正确的判断 非常深刻 非常深刻 这完全是 就是 如果说我们 当然不能说 生病的时候 再来跟佛 那个佛学体会 不行这样子 那我们平常就是有这样子 然后碰到状况的时候 就会 会有很深的体会 那刚好就跟文师会相应 这是我自己非常非常深刻的体会 这是很简单的 佛法的道理 也不能说简单的 佛法的道理 在运用第二本禅修手册 老子讲了八个字 全然的觉知 清晰的辨识 也就是平常我们就要保持冷静 保持点冷静 跟我们所学习的 要跟实相相应 真实的现象相应 我们平常可不可以这样做到 不只是在生病的时候 那我们就进入到 第一本禅修手册 第三本 第三本禅修手册 各位你可以看到 它是能入世 我们说是入所之相 结果呢 结果如果能够入所之相 一定要有能入世 就是当然我们要多问讯息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 所之一所之相的理解 那我们对于入所之相 就我们的观察力 那个文师会你出不来 你出来我们的观察 就一定是不足的 跟圣言量 如果都是我们自己的喜气 那当然跟圣言量 是有相当的距离 那我们也知道 能入世 就是我们这个第三本禅修手册 入所之相的开始的主题 它是在定位 就是我们家庭会一定是定位 对不对 菩萨于定位 观影为是心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这跟第二本禅修手有什么关系 我在想 各位还记不记得 这一个 各位还记不记得这个 三谋地道词 六门教授 洗地分里面的 一度勤修期里面 我们所谓的 修外缘 修上缘 修内缘 内缘 好熟悉哦 是法是意 有见一言 有没有 不是我们就能入世的体吗 能入世 就是在讲这个吗 多闻心情所依 如理作意所测 是法是意 是所取是 有见一言 对不对 就是这个事情 但是 但是我们要基于定 如果说我们要有一定的这个安住所缘 有定心中会的能力 我们要从外缘入手 也就是我们第二本禅修手册的安班念所缘 我们依着安班念所缘 依根缘境 取习相 你说安班念的习相 取习相 对不对 像 齐悦学长就说 他在取习相 取得越来越清楚 这是全然的觉知 越来越清楚 我们取习相之后 取相安利明言 我们都知道这是个假想官 我们愿意这个假想官慢慢地辅助我们的十个乱象 八个恶寻师 五干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烦恼暂时辅助 从粒粒运转之后 到无功用 就是所谓的任运 就是他变成非常知觉性的 我们要具有这种能力 把我们的烦恼 尤其是五干 能够暂时辅助 能够暂时辅助 然后呢 进入至少上缘 味道地定 上下圣境 那当然了 我们当然 我们目标是味道地定 有没有 那至少到了味道地定之后 我们就进入内缘 内缘就是一言境 一言境就是事法事宜有建议 就跟我们的文师会相应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外缘到上缘 其实我们讲到 入算数地呢 就是至少是味道地定 至少味道地 这个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安班念所缘 算数休息 对不对 当我们算数休息之后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入定的座义 那么 我们后面不是有 侮辱五韵 对不对 侮辱五韵事实上就是 应用我们的文师会 跟我们的境界相应 有没有 然后 再侮辱缘起 一步一步来 侮辱缘起 对不对 然后呢 侮辱四地 有没有 这一步一步来 那侮辱缘起之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有三项思维之 就是我们的随观之 无常苦空无我 这个最重要 这个就是我对于生活的应用来讲 基于我自己的沉住 我觉得这个目前最重要 完全可以在生活上面印证 我们可不可以在生活上印证 所以 这当成下面有讲是 第一柱 第二柱 第三柱 那我就想 我就想说 今天就不多谈了 我们就谈是万元 依着安般念所缘 取习相 尤其是习的四相 那我们呢 辅助十个乱相 八个恶行事 重要是五盖 然后我们具有定心众会的 这个能力 那当然这时候 我们也有介绍六品巡师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 我们要先 第二本采用者 让我们有 有能够得定的能力 那当然我们还没有得定的时候 我们也要文事夹杂 我们一直都要 常常要在努力 所以这个 我想用比较简单的语言 跟各位做介绍 就是说 怎么样跨界到 第三门残求手册 从第二本残求手册的角度 进入第三门残求手册 好 当然呢 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 全人的觉知 跟清晰的辨识 清晰的辨识 既然是跟文事会要相应 那当然我们的文事会 要足够啊 要 要 要这个 不只是 声文积称啊 是要大成的嘛 要大成 所以我们学习了 所知一跟所知相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多文熏习左右 我们就学过所知一嘛 那一定要 我们只有两种熏习有没有 一个是贪等熏习 一个是多文熏习 多文熏习当然是佛法嘛 对不对 当然是佛法 非阿莱耶士所事 我们当然知道 我们当然知道 他不是阿莱耶士所事 阿莱耶士是 扎人的 但如阿莱耶士成种的 他还是 一负一子性 一负一子性 但是他这一负一子性呢 我们知道 如水乳欲 有没有 我们还记得 那首知一年 如水乳欲 有没有 他可以慢慢把 阿莱耶士的种子 慢慢 扶断 那这时候是如理作义所设 那如理作义所设呢 就是我们对境的时候 要如理作义嘛 而不是跟我们的习气部 如理作义 这个我们都 我很有经验 其实如果我们没有 全然的节日 栖息的辨识的话 我们都觉得 不如理作义 是如理作义 我们都习以为常 我们都习以为常 所以我们这边还有 有事法事义 事所取世 所生的一言尽 有见一言 就是根据我们的建文哲制 的有见一言 那这是事体的部分 那么能入的部分呢 就是分成人 处跟因 人呢就是 我们具备的五十句足嘛 处就是我们在一切法 我有事性 有四地 就四个阶段 事实上圣洁的行地 事实上包括 那个资粮味跟家庭味 因的话就是 我们的善根力 其实是五善根嘛 善根力所认识 然后我们有 最主要是要磨练我们的心 三种磨练我们的心 要断四处 断四种过失 断四种过失 圆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子观的法义境 就是我们的 是法是义的境 子观恒常 因众加习 无放义 无放义就是 因众无间的意思 这个就是 因众 无放义就是无间的意思 这初步来跟各位 做 这个 说明 好 那我们再 进入这个 部分 每一个单元 它跟第二本才修 有点不太一样 第二本才修 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了 就是老师对于 版本上面的文艺 我们就直接做说明 但是第三本才修 各位你就知道 它是很大本吧 三百多页 所以我们几乎把 老师所有的话都做整理了 老师所有话 各位你就知道 它一定会有 前半段跟后半段 前半段就是 节前身后 那节前呢 就是 通常呢 这是隐言的部分 这个包括隐言的部分 一般来讲隐言跟正说 那隐言的部分呢 就是 它的内容很多 那我 小明在导读的时候呢 就会专注在 维世观的内容 做一个串联 那其他呢 就是牵涉到其他的 就请大家自己 自己念读 那正说的部分 我们就是 我们也就知道了 正说一定会讲的 会比较 比较 跟各位导读的 比较详细 各位导读的比较详细 那所以呢 我们就正式开始 唯诗这边是 唯则尽有 四简星空 那 这个是我主题 老师就讲了 这个杂汗经 就是要成就解脱 就是要见到 见到以后的之见 解脱之见 细心要试练住 这是 然后要完成 无相三昧 当然无相三昧 这里就讲的是 波涅槃 就是入涅槃的三个门 就是空 无相 无作 这三个 空无相无作 这三个 那六门在教授行听论里面讲的 老师讲的 无相不是完全没有像 是骗了之 一切像 那当然骗了之一切像 是 心意识所显 所以你就不会直了 离直了 各位觉得 各位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有那个图 老师那张图 就离直的过程 就是离直的过程 而没有离世别有的自心相 都是我们自心所起自心相 这就是为世的中意 现在就讲了 第二个就是讲 为世无益 或为世无尽的这个中见 那是在《愧疾法师》 在《成为世论》的序文当中 他讲的是八个字 就是为世尽有 世尖行空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不用管它 外境不是没有 先不要管它 意思是先不要管 剪不是说把它剪掉 就是剪别的意思 就是特别独独的挑出来讨论 特别独独的挑出来讨论 唯一就是遮 不要急着 不要去急着 那个论辩境界的实有性 重点是 重点是是 外道凡夫颠倒 的颠倒就是把境界当成所缘境 我们知道所缘境就是自心所起的影像 所起的影像完全就是我们的自心的种子所呈现的 没有看到我们用是去缘 没有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了 为世三项就是为世二种种 就是用我们为世去缘的 你要去看境界怎么有的呢 境界怎么无的呢 所以就是它是世所缘的嘛 所以是剪星空 最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这中间又讲很多我就略过了 这里老师又讲大乘法相显现什么呢 就是重点一切法唯有是性 就是维持着这种都是是 都是是所缘 自心所起的影像 是的性是缘起 请问缘起是不是有没有所依 所以我们知道阿赖耶士有三种缘起 没有 记不记得整个三种 分别自信缘起 分别爱非爱缘起 分别受用缘起 有没有 他说缘起有没有所依 当然有 就是阿赖耶士 阿赖耶士是现形式 就是我们说最好记得就是种子起现形 现形勋种子 现形有没有种子 当然有 种子怎么来 就开始探讨本有跟勋勋 勋勋 本有跟勋勋的部分 这又谈到摄大承认 他不是故起的 他是大圣阿毕达摩经 阿毕达摩经里面的大成品 老师这里讲的大圣 大圣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跟三秤以外还有一个大圣 是这样吗 不是 老师这里讲的所谓大圣是 大圣不是讲离开三秤以外 别有大圣 大圣是包括三秤 大圣就是指三秤 所以不需要再特别定义 大圣跟三秤有什么不一样 他就是三秤 我何以能够这样断论 一切实力论是这么说 摄大成论后面所振圣果当中 也这么表白 我们都知道一切实力论不是有通行别行 通行是什么 文师修 别行是身文原觉菩萨 这是十七地里面讲的 你把三秤 统包了 行无挂碍 用华颜经的说法 这种无上秤 一秤就是圆容租秤 不立别秤 这包括三秤 当时妙经长老就讲了 他讲了说 学义协式力论很好 这一切实力论是包括三秤的 可是如果学习 余协式力论之前 要能够学习 摄大成论更好 我们现在也学习摄大成论 对不对 摄大成论事实上是大成不共 最主要讲大成不共 那 你可以看到 我这里又画个红线 就是可以看到 妙经长老就很有洞见 他说弘扬余协式力论 余协式力论很明显谈什么 就是三秤不立道 他就讲大秤 都讲道 我再回来 就是讲一秤道跟三秤道的说法 亏基法师当时的叛教 他就说 一成明之为方便 什么叫一成道 什么叫一成道 一成道就是 就是我们第二本陈游手册 就是我们要能够得定 得座义 然后入地 跟着得座义 得定入地的能力 当然第三本陈游手册也是一样 入手之下也是一样 不过就是原来是维世观 而且这一成道是见到前的那是一成道 就是比如说我们讲说入手之下的释迦行会 见到前的是一成道 都要学这个 都要学三摩地 都要学三摩地的解说道 外缘 上缘 内缘 有没有 这很好用 我们就简单的来去用这个 所以呢 见到以后就是有三成 因为见到以后大家根基不一样 有的是生文 有的是独觉 有的菩萨 这种说法跟华原经的说法是一模一样 入地以前是一秤 入地以前是一秤 就是入地以前的一秤道 这个一秤道就是三摩地的解脱道 就三摩地的解脱道 那我们如果说六门教授 其实就是那里面的 外缘 内缘 上缘 来包 来去 很简单的来去理解 就很好记了 就很好记了 然后问题现在是 内缘我们要用什么内缘 我们要用什么文字会 我们当然要用一切法威有试信 用维试观 来去入 释迦行为 就是入地以前是一秤 入地以后就是三摩 是三秤原用 因为十点我们就先下课 十点十分我们再回来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我们的第二堂课 刚刚有跟各位导徒介绍到 那 虚极法师在叛教的时候说一层名为方便 那什么叫做一层道 一层道就是三摩地的解脱道 三摩地的解脱道 当我们依着三摩地的道理跟方法 解脱 陆地建道的时候 那我们以后就会有三层道 那三层道就是看 各个的根性 好 这里接下来就介绍了 《摄大成论》的前三分 《摄大成论》前面的第一分是 所之一 所之一分 我们都已经有学习过了 这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于 由此有诸去几涅盘正德 所之一分 分的意思就是篇章的意思 就是我们现在念哪一章 chapter 哪一章哪一章 第一章讲一切法的所义 它异于谁 它异于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就因为 那个兴许跟原生 兴许跟原生 就是我们说 种子起线形 线形寻种子 这很好记的 但是外人看到阿赖耶识 就把它当成一个名词 就把它当成一个名词 这是老师常常讲的一个通病 那很多人就 喜欢用文献 了解一个他以为的体的对象 对不对 就是老实说这个是有问题 不能光文字上面去理解 为什么不直接去看 就是我们要修指观去用 五蕴的这个身心的经验去验证 直接去跟那个你以为有体的那个对象去互动 去透过你自证的经验 去认识它 当然就是我们自己自证 我们自己五蕴生灭的身心经验 去自证 我要讲第一个是 所之一 就是阿赖耶识 第二个所之相 所之相 它就是因缘所生法 所生法在哪里谈 就是所之相 我们说所之相 就所之三相 所之三相里面 但我们先谈 依它其相 遍地所之相 原成十相 我们讲说依它其相 有十一个是 有三相里面又显三种无知性 三种无知性 就是我们还记得我们在讲 就是说是显缩是三相 秘义说变成三无性 就是凡显它是三无性 再来谈怎么入所之相 也就是我们现在要入所之相 评论是怎么入的 只能从所之相入 我们耳后从入所之相 这边看到的误入的次第 误入的次第 我想说 是不是从依它其相开始入 不是 三个次第 第一个一定要先误所取空 就是遍及所之相 所取空 然后在应可所取空的前提下 去误入能取空 然后呢 那真实现观 就是触无所得 第三个 是三个方向 那其实主轴是放在遍及所之 主轴就是遍及所之相 主轴 六相一空的 请问先误入什么呢 就是刚好跟我们 讲所之相 那一张的次第不太一样 入所之相的误入次第 先误入遍及所之 先误入遍及所之 因为遍及所之 我们只能观 这个 种种分别的形象 那当然就是遍及所之 然后再以 为是二种种的 为是三项 去误入一他其 这是一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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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接着误入一他其 是不对的 是要先误入原成实 要误入原成实 带着 这个真如实相的道理 二空真如 这个道理之后 你才能够真正误入一他其 是离眼的 离眼的 误入一他其 就是误入为是实性 这个 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 在我们入所之下 他在这讲 在误入原成实那个地方 很清楚的提到 如果你不见真如 是不得误入一他其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 二空真如的 这个体会的话 我们是不得误入一他其 也就是我们没办法离眼至正 很多人把 误入原成实 当作就是二空真如 误入原成实 误入真如当成目标 但它只是工具 它只是让我们能够 误入一他其 它是工具 它不是目标 真如是什么 真如还是原起 老实讲的 好 这个是引言的部分 以上是引言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谈正说的部分 正说 这里有讲到 如是已说所之相 入所之相云和云见 就是我们之前 就是入所之相之前 我们已经讲了所之相 所之三相 我们那时候有跟各位介绍 所之三相 然后呢 它的具体的操作是 为是二种种 然后再来谈 那个所之相的三性 入所之相 云和阴见 这个老师这里解释 解释非常好 我有看其他的 其他的讲法 就是陷见的意思 见就是陷见 因为我们这边 就是要学直观的 要学直观的 误入所之相 是为了去 误入所之相 跟能取心 就是二取空 所取跟能取 也就是我们 安班念所缘的 第二种修学 误入二取 能取所取 获得名色分别制 或者是误入诸韵 在这里 还不是误入元旗 因为你还没有 合一合缘 因为我们只是观察 五云的生命 五云生命恶情的现象 还没有去推求 合一合缘 就是五云这生命现象 是怎么来的 小小去体会 没有我 没有我所有 就是有那种体会 接着由五云 自向误入元旗 就是你要知道 五云的那个二取 到底怎么来的 就是要误入元旗 知道元旗怎么来了 就我们不是就会 就会有元旗三小 元旗三小不是三乡四回之吗 无常苦 无我嘛 对不对 所以故空嘛 所以这是苦地 从苦地这边 我们就逐渐 我们就显了四地的道理 接下来这句话是蛮有用的 如果依着赤地说的话 我们谈赤地 误入五云 就相当于误入遍际所知性 就是你的五云身心现象 我们就一定要用 这个明 来去理解 就是四循四官 用明去理解四 那当然 我们如果说 我们不是有学习 有三种元旗 第三种元旗是什么 分别受用元旗对不对 分别受用元旗就是 一者明元旗 第二明受者 始终能受用 分别推清法 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边 我们也可以理解 分别受用元旗就是二旗 然后我们误入遍际所知性之后 我们开始合一合原 推求这个二曲到底是怎么来的 所以就是 误入元旗就是误入一他旗 你要去探紧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误入四地就是误入原成时 我们知道四地 我们在那个 气经那一颗 入 不是就是所知向气经那一颗 我们不是有 那个原成时性有四清净法吗 对不对 自信清净 离后清净 得子道清净 生死境清净 你跟四地我觉得 我觉得非常可以匹配的 就是 生死记清净就是你依着圣言量 得子道清净 你修嘛 文师修啊 三十七代道柄或是六度嘛 然后离构清净 然后证悟自信清净 有没有 这里还没有入到 就是我们在讲就是 入原成时它还没有入到 还没有见到 见到必须能够误入原成时 带着真如实相的理 我们也已经知道它的理 才能够算真正误入一他旗 就是处后无所得 当然我们现在只能讲那个道理而已 我们还要在四家经卫里面多多练习 因为一他旗是无声 一他旗是无声 为什么无声 因为它是刹那不住 各位记彼的 那个一他旗我觉得就比较好记 一他旗信 就是依应待缘 刹那不住 刹那不住 很重要 得到见到的无分别指 所以你不要把次第的三观 当作见到的一心三观 因为我们是 我们现在还是一步一步学 我们也一步一步学 那如果是见到他一下 一啪 就马上就一行三观 在这里我觉得这一段话也是相当有用的 见 银和硬见 见各位注明一下 它就是現官的意思 五印現官的意思 知就是由現官透過正比量 推度 就是合理的推論去推之部現見法 知的部分 現見法你能夠當下現前正官 五印現官 觀它只有名色分別 然後在合一合圓去推度 這個名色分別 到底是怎麼來的 所以 觀它由此顯現緣起 緣起 善巧我們知道 它都是無償苦無我 由此我們誤入是地 憲見當下 現前的法 是這樣顯現 由這個限量的正量 限量正量就是五印現官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就是你一定要安住所緣 你安住所緣以後 然後你要跟文師會相應 譬如說我們的安班唸 合理推論不現見法 亦復如是 因此一切法無非是 都是原生的 緣起原生 因緣原生的 所以我們在第二本殘教手冊 我們講的是說 如果我們只要學一種方法 能夠現見的 然後我們可以推知 所有一切法都是這樣的 對不對 那就是我們運用安班唸 運用安班唸的二曲 然後我們有誤入無我 小小的體會 那麼我們在所有的一切法 我們也可以同樣的比字 所以我們覺得說 我們那時候我就講說 我們學安班唸 是讓我們能夠有現見的 五印的經驗之後 我們可以彼之其他一切法都可以這樣 這是一個投資報則力極高的事情 像那個 習俱學長也在講這件事情 就在其他的地方 在你的專業的部分 你也在談這件事情 雖然沒有浮煩惱 但你有看到 但是看到了就解決一半問題了 對不對 請注意 雲和陰劍 他沒有講到知這件事情 他沒有講到知這件事情 知是比類的智慧 推論的 這邊談什麼 這邊談五印線官的次第 他也談五印線官的次第 他沒有跟你談什麼思辨 所以這一品 入所之相分 不要用英明來討論 這是真實的 我們要上座來修的 或是我們真實面對境界 我們文師會能不能相應的 要用止觀的道理跟方法來討論 這一次 這次地震 我倒覺得是說真的是 所謂是什麼 推渡 還有跟縣管 真的是 地震是蠻重要的 我家在12樓 地震的時候 越來越大 我開玩笑 好像海盜船一樣 搖來搖去 剛開始搖的時候 我就跑進去臥室 我去叫我同修 地震啊 然後再跑出去 還沒有跑很出去 跑在那個走廊 我就停住 因為搖太厲害了 然後我佛號就上來了 雖然不能說 有多麼相應 但是佛號真的是上來了 然後 我覺得這是有用的 後來發覺 很多人也都這樣子 我岳母平常也有念佛 但她不是還沒有皈依入佛教組 當佛教組 我岳母因為她80歲了 她行動有點不方便 所以有外勞 外勞是印尼的 我說 你那時候在幹嘛 我岳母說 我也在念佛 我說 很厲害 然後那個 我說你的外勞 印尼 她是安住在那邊念她的阿拉 我要問一下 在那時候很危機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佛號起來 這就是 不是講道理 不是講道理 是你碰到狀況的時候 那溫師會起的來 起不來 這很實際的 很實際的 就好像我那個 最近我女兒 她是棒球迷 她是迷到什麼程度 她先是當樂天隊的球迷 你知道嗎 那個球迷或是啦啦隊都會跑來跑去 她現在又是魏全龍的球迷 她又是兄弟的球迷 她就說 她是看 她是看哪一隊可能會贏 她要去看那球賽 她就換那隊的衣服 坐在那一邊 我說這是蠻無我的 這是蠻無我的 這就是蠻無我的 我不是講這件事情 我講說這是很實際的 就是當投手對打擊手的時候 那這都是真功夫現關的 不是說我要開始研究 我現在要投什麼球 我怎麼樣才能夠把它刪陣 完全就是當下那一刻 你把球投出去 打擊手反應你 你平常的反應有沒有夠快 那能把它打擊出去 真功夫啦 我有時候看球賽 真的是有學到這裡 就是台上三分鐘 台下十年功 真功夫啊 就是上面打球 你下面要練多久才能夠那個樣子 所以現關是真功夫啊 有時候我在想說岳母或是那個印尼 印尼外勞 她碰到真的狀況的時候 也許沒有說到很多的道理 但是符號出得來 我說我們學了很多道理的時候 我們碰到那種狀況符號出得來出來 真功夫欸 真功夫欸 好 這裡有講的法院逸林章裡面 他是說真正的唯事官是事詢事官 事詢事官 尋思哪四件事情 就是明 事 自性 差別 由這樣得到什麼 得到事如實至 好 我們再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可能以前也有介紹過 明跟事 就是我們的對勁嘛 明只是明 事只是事嘛 對不對 那當然是啊 比如說七月 對不對 那我是叫 老師就是 那老師就是 常常又寫一個七月 就是 七月是 九賴 那我就叫你九賴好不好 好 明跟事 明只是名 事只是事 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對不對 就是理想觀嘛 我們今天談的就是說 明跟事是理想觀嘛 那後面自性跟差別呢 是假立的 自性假立跟差別假立 他是假立的 假立的就是 這時候又多一個東西出來了 到時候我會介紹 是明 意 事 建立彼此間的關係 好 那他就 為什麼要建立關係 你不建立關係你怎麼認識 請問一下你怎麼認識 我們還記得那個 《於確實力論》建於裡面 五星相續 第一個是帥爾星 你說如果都是帥爾星 你就不用認識了 沒什麼好認識 你就不用學了 你說帥爾星就是 就是 就是 自信分別 我們如果都達到那種程度的話 我們就不用學了 但是我沒有 帥爾星 尋求星 決定星 決定什麼 決定什麼 決定名言啊 對不對 我們沒有名言 我們怎麼去認識 我們都是用名言去認識 對勁的啊 對不對 我們說7月 或是7月 或是July 或是陳老師 Whatever 都只稱你那個影像 但是那個影像是我所認識的 不是你學生所認識的 經驗 所以 自信假例 還有差別假例 明 意 是 明就是名言嘛 意就是 所權的理嘛 就是 等於說是意所顯的影像 是 就是真正的一他其嘛 我們要認識真正的一他其 我們為什麼要建立關係 我們要名意識 去相應一他其 是比是自信 非比 非比是自信 是比是自信顯現嘛 就是我們就是要相應啊 我們要了解啊 比如說 明正學長這個名啊 這個 明正學長 這個名呢 我們說啊 明正學長的那個意志性呢 是 分長 和蔼可親的 有學問的老人 他差別是說 他現在七十幾歲還那麼厲害 他身體還那麼好 同樣我跟他 得一個感冒 他都不用吃藥 一兩個禮拜就好 我還搞一個月 這個差別好 他體質很好 真的我不騙你 我一聽我就說 我馬上有全然的覺知 我對明正學長很尊敬 我說 哇 真的 真的體能真的是很好 就差別啊 對不對 你用明正學長這個 當時明正學長 他有明正學長的自信跟差別 其實重點是那個意嘛 對不對 意志性 意 就是每個人都不一樣嘛 那比如說 比如說明 那個紅燈 紅綠燈啊 我們碰到紅燈的時候 紫字燈啊 紫字燈亮紅燈的時候 我們說 我們只會說 紅燈嗎 紅燈的自信是紅嗎 不是吧 還有他的意啊 你要停啊 你不停會怎麼樣 事情會很大 我還記得我以前有跟各位講 就說 啊 有一次 我就跟著後車走 但是呢 後面 後面警車 偶音偶音就來了 敲我的窗 他說 紅燈兩秒 快三千塊了 那就是說 這個 這個 各位 你們要知道 我發覺是 五星相聚很有用 你可以看到 就是 我們尋求 決定 決定心意之後 就是明決定之後 我們就是 決定 用那個明去認識 我們那個境界 對不對 然後呢 就軟靜啊 然後就等流 當然 有的 等流速度很快 一般來講 我們在認識過程中間 比如說我跟齊悅學長聊天 聊的過程中 所願鏡確定了 那個明確定了 然後我們就會軟靜 那我通常 我跟他 跟他聊的時候 我的靜比較多 因為他都會 他習慣於進化大家 進化學生 就是進化 沒有 我是說 開玩笑的 我說那個 我們這個明 確定之後 他會有一個軟靜 等流 就是他會有一個相續的認識 相續認識 就是明視自信差別的相續認識 我們如果知道 他是明視自信差別的 這個狀況相續認識的話 我們就不會 導向八分別深三世 那個軟的相續的狀況 因為你不會直 八分別 第一個是你自信 差別 總值分別 對不對 這是所一所言是 然後你就會細論 對不對 然後你就會有我我所 就會有見慢 這個後面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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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寫 好像在第三章 事行之所以是如是智那裡 就是這樣子 而是那個觀念 當我們五心相續的時候 明決定的時候 也就是你對一個境界的認識 那個明決定的時候 你到底是然還是近 你的文師會 是不是如理還是不如理 就省力所緣裡面 眷一省力所緣裡面 就是有如理不如理 你那時候到底是如理還不如理 你如理就是跟你文師會相應 不如理就是貪稱痴 不如理就是我們講說 是借鏡詩音裡面講的是 那個取向取最好 對不對 取向就是只取其向 其實這樣就是八分別生三世 不是嗎 取誰好就是貪稱痴 意思就是說 你碰到境界之後 你明決定之後 你到底是如理不如理 我們用世群世關 世群世關裡面 我們知道明是 是理向的 自性差別皆是假例 假例為什麼 我們是用明的假例去 跟那個世去相應 不是嗎 相應的過程要沒有問題 出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相應的過程 如果沒有很成熟的事情 事群世關都會出問題 都會很自然的走向八分別生三世 所以我們要練習 所以我們要練習 這個很重要 這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我們在明決定之後 我們到底要怎麼辦 到底走哪條路 這就是真功夫 這就是真功夫嗎 不是嗎 怎麼樣能夠現見所知相 這我們就知道 它有是有什麼 就是因緣 其實我覺得就是因緣有自性空 緣起性空都一樣 因緣是有 但是它沒有自性 不便宜的自性 它一直都在變化 一直都在變化 沒有自性 你為什麼講三自性 因為因緣有所以三自性 自性空所以顯無自性 所以老師也講了 這跟因緣有自性空講法還不是一樣 就是講同樣的道理 是一樣的 這是不同的師父 那這裡又講了 為什麼要先入所知相 當然一定要從我們的認識所知相裡面 開始 是為了要入所知一 所知一就是主要的三種緣起 有沒有 事實上我們從阿賴耶識裡面 最主要是要去認識三種緣起 所知相是所取相 所取的相 所知一就是能取的心二取 我們讓能取的心的量能夠夠大 所以我們要多聞訓習 這跟我們一般的學習是一樣的 你要數學考得好 你要數學很熟練 而且數學裡面有什麼分解 音式 微積分等等 各種裡面各種的範圍你都很熟 你看佛法也是一樣 佛法也是一樣 侮辱五韻 侮辱四地 侮辱緣起 最後是用唯士官來侮辱 唯士官怎麼入 是用士群士官來入 把這個所緣的境界跟能取的心 能夠對論之後 就知道二取是官代的 對不對 能取所取是官代的 那麼為什麼會有像 二取之後就會有像 就會有種種的形象 作用道理故顯現 何以得知用正程道理去證明 剛好可以印證 我們的文師會去印證 就原來就是這樣 比如說無常沒有常性 原來就是這樣 原來不是每次感冒都一樣 都不會發燥 會發燥 那當然後來那個學校給我講 說我是病毒感染 這又是一個新的認識 就是說以後碰到了類似感冒 不要把它當成感冒 你會看到就是用正程道理去 就是比量去證明 或是現見 然後顯現它是法爾道理 它本來就是這樣子 四地無常苦共無我 本來就是這樣 像我以前有跟各位舉例 就是說牛頓三大地 地心引力 地利 在牛頓還沒有定義之前 它就存在了 相對論 在愛因斯坦沒有推出之前 它也存在 由此誤入真如之後再去觀元期 所以緣起不實有也不全無 因為它是因緣有自信空 因為它本來就是有作用 但是它沒有自信 沒有不便意的自信 這叫做誤入中道 這叫誤入中道 誤入中道的那個一心三觀 才是為師的見到 才是為師見到 我還記得 在第二本產業手冊 一家學長有跟我講說 我們學習是非赤地的 就是我們到最後是非赤地 一上座就應該是非赤地 我覺得同意 不過我們學習還是要按照赤地來 因為我們還沒有到那個檔次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雖然是一心三觀是目標 但是我們還是要學習還是要赤地的 赤地三觀 還是要赤地 好 接下來這裡就講 能入世 說明大科 那老師這裡說 它的大概還是依韓晉晉居室的科具 那大概就是社大成論的科具 就是老師認為這是權威的 不過他做得比較細 老師說做得比較煩 所以老師是有把它弄得比較簡單 所以你可以看老師的白板都很簡單 一目了人 可以總辭 討論要入所之相 可是他要先研究誰 要研究入所之相的那個心 就是你那個量 多文心學那個量 你不學沒有用 就是你碰到了不會起那個相應的智慧 隨觀智 那這個為世觀要先得什麼智慧 所以就要說 我說要先得能取空的智慧 所以我們要先談能入世 對不對 你不是說先要誤入所之相 但你要帶著能取空的道理去誤入 就是你自己心裡要有那個材料 要有那個材料 才行 像我記得 比如說我同修是學財務的 這是做財務工作 他如果會計學沒有學 他做財務就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這是必備的 所以一定先要具備能取空的道理去誤入 能入世就是能誤入為世相的真念心 那怎麼樣能入呢 要透過聞思修去誤入 第一個你要聞 你念個多文訊息 你要聞 然後要得到師所承治 要修 那個 無間陰眾 就去學 那我們在修所承諦裡面 就講了 那個涅槃所緣有十八轉 朝向涅槃它是有十八轉 各位記不記得 有 修所 有文所承諦 修所承治 有沒有 先來文師修 我們也可以回去看一看 那個文師修 文師修 第一個 文所承諦 你就是要 要信 要有識的人 要信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 文師所承諦呢 就是你要有決定聖節 當然其中最重要的是 遠離五蓋 遠離五蓋 潰鬧 就是要遠離 就是我們身心要遠離 修叫無間陰眾的修 那時候我問過老師說 修所承諦 是不是就是加幾位 老師說是 所以我們有 思所承諦的決定意之後 我們入修 五間陰眾加息 所以是透過文師修去誤入 那你文師的時候一定就是什麼 我們都是反覆嗎 我還不是 我們還在學習 好 後面這一段就有講很多 那我就略過 就是說講那個 這個生命門 一心開二門 這個我就略過 講很多其他的 其心論的部分 那這裡就只講 色大成論 不談那麼多 還是不談那麼多 說你要誤入實相 你要見到 那要怎麼樣 要先從誤入所之相下手 然後呢 要先要去看你這一念 能入的事 是怎麼樣的體 那先要談能入事 你先要談能入事 才能夠入所之相 當然我們剛才談的 先要談能入事 才能夠談入所之相 對不對 但談能入事之前 我們要得定 我們要安住所言 有定性宗會的能力 所以我們要有六門教授 洗定論的外緣 上緣 內緣 的能力 然後我們再來談能入事 對不對 好 這句話 終於進到這句話 這句話 很重要 老師也是講的蠻多的 能入事 是多文訊息所益 非阿萊耶士所設 如阿萊耶士成種子 剛剛大概有介紹過 多文訊息所益 就是我們要文是假雜 多文訊息 多文訊息什麼 就是最清淨法界等流 就是聖言亮 老師後面有講 就是聖言亮 非阿萊耶士所設的雜染種 如阿萊耶士成種子 它是一負一子性 如理作意所設 你碰到境界你要如理作意 而不是不如理 如理作意要去對抗不如理 就是作意 作意處受想師 五片形裡面 誓法誓意而生 你如理作意就會誓法誓意而生 誓所取誓 就是取靜的一分像 有見一言 因為見聞覺知而起得一言靜 起得一言靜 起得一言靜 我們來看下面 其實就是我們有沒有能夠把佛的聖言亮 充分的能夠以文師修理解 應該是說文師修正的程度 按照它不同的程度 然後去如理作意 來去如理作意 如理作意去扶斷不如理作意 這是我們的談等訓息 談等訓息都不用學 因為這是累生累結的種子 本有的 各位你可以看 接下來我們就要談解釋 由釋法釋義跟釋所取釋的 官代道理 能取所取 生誓有見一言 有見一言 就是因為見聞覺知 因為見聞覺知所取的 就是一根原靜所取的一言靜 有沒有 那這是官代道理就是二取嘛 釋法釋義 跟釋所取釋 就是能取 就是所取 釋他的結果 就是有見一言 是他的結果嘛 釋由誰來安利呢 這是釋法釋義的見 有沒有 這就是能取的見 然後釋所取釋 所取的下 然後釋出有見一言 有沒有 我們還記不記得為釋二種種 都是為釋嘛對不對 我們有能取所取 能取所取 然後 然後有種種形象有沒有 那個種種形象就是有見一言嘛 不是嘛 所以我們之前學的為釋的種種 是不是很重要 也會很重要 超重要的 又簡單又重要 然後釋出就是見立 見立有見一言的聖結 聖結 為釋講阿賴耶士所設藏的種子有兩種 一個是本有 一個是心勳 本有是本來就有的 也沒什麼好討論 他本來就有 每個人的本來就有不一樣嘛對不對 但是我們大家可以改變的是心勳 所以你很自然的重點就是心勳 很自然的重點就是心勳 就是要改變 心勳去改變 色大成論 色大成論 他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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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勳 那依照 於切師弟論 所謂 本有種子 是指誰 本有種子 是指 你這一生 由前夜所引 一手果報 身所設藏的 就是我們為什麼有這種武運 就報身 比如說 我們說 怎麼 我天生運動細胞都不好 但是我哥哥都還不錯 為什麼 為什麼同一個父母生會這樣 就是前身的業力會不好 我說 我是運動神經真的是很不好 還有多不好 我同學跟我講說 你有多不好 他說 你短跑測試跑多快 我說我短跑跑13秒 他說13秒跟我一樣快 女生跑13秒 你說白米 他說是白米一樣快 我說不是 我50米跑13秒 他說 喔 他又不好顯現那個很憐憫的那個 表情 後來我跟別人講說 我說我打高夫婦打一次後 我就不想打 他說你第一次打幾個案 我打九十幾啊 他說第一次你打得不錯啊 前九棟啊 就是 就是真的 真的有時候我真的說 奇怪 為什麼運動細胞真的是很不好 但是我思考很發達 就是 很顯然 不完全是遺產嘛 對不對 不完全是遺產 對不對 好 所以就是一手果報的設廠 而不是這一輩子才學習 像這一輩子才學習的 我記得是 很有緣分的來到法相中第三屆 跑進法相中第三屆的教室 開始學習 那就 2016年嘛 這樣子就是第八年 真的時間是很快的 這個叫做新勋嘛對不對 我是覺得是新勋很帶勁 本來快沒力了 真的本來看很難啊 色拉成論真的很難啊 快沒力了 又生病了 還好老師 上了兩堂課 老師好像像核能電廠一樣 上了兩堂課 跟我們充電 我就覺得 我又可以跑一陣子 我可以跑一陣子 後來老師又說 他每個月都會來 那個產修產作課 那我就越很高興 因為每個月都可以充電 那是很好的 每個月都可以興興 我們一直都在興興 有人一談到本有的種子 那就是真如 他哪有真如啊 種子的意思就是什麼 種子的意思就是 他有各種 各種能生功能變異 能生功能差別有沒有 種子的意思就是 種子六義的意思 但是在色拉成論裡面講 是能生功能差別 也是能生功能變異 就是他意思會在變化 種子的意思就是 道地的種子 雖然有變化 但是種子六義就不細談 他的善惡就是很清楚 你是要嘛就是 道地的種子 叫嘛就是雜人的種子 種子是談有違法的 不是談無違法的 無違法是個道理 是離體 好 這裡呢 喔這裡 非常的 有意思 第一個你看 要誤入所之相 你必須要多聞熏習 成就什麼 成就一個 能觀的智慧 什麼能觀智慧 就當我們內緣有沒有 我們碰到境界是時候 我們跟文師 可以跟文師會相應 這個境界 可以跟文師會 相應到什麼程度呢 相應 我們說相應是不是到 明色分別字的程度啊 相應到 是不是 這個 誤入緣起的程度啊 就是說 你不只是看到這個現象 你知道它是惡曲 你還知道那個現象是怎麼來的 那個叫緣起嘛 你知道那個現象是怎麼來了以後 你就誤出一個道理 就是 三向思維制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誤入是地 這是一個連續 我們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這樣子能夠到什麼程度 這就是在講這裡 能觀的智慧是要 透過文師修入山摩地 去獲得勢力的政見 然後去進行十二因緣的觀 這都是要透過多文群習 你要去練習嘛 多文的意思 多文的意思不是看很多書 就是一門深入 把整個道次 文師修入山摩地 就是山摩地的解脫道 這是我們學的 能夠得到自證的聖意 由世俗入聖意 去獲得四提政見 多文修行首一 是惡地式方法 這惡地是什麼惡地 世俗地聖意地嘛 對不對 世俗地是 所獲得一切政見的總名 你用惡地的方法 誤入世俗地 就是你要有體會嘛 你要是一言你要體會 一層一層的體會 用世俗地的道理 在聖解行地 挑付一切邪見 然後再見到未獲得五分別字 整個過程都是叫做多文 你看是不是能夠由惡地 惡地的方法誤入世俗地 應用世俗地的道理在聖解神地 聖解行地 挑付一切邪見 這個我們下次再來詳談 下次再來詳談 下次再來詳談 稱請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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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向诸善跟魏德尔普贤书胜行 请翻唱 谢谢 那我们就下周见 谢谢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